这样的 海泽 你如果是从一个 二线或三线的城市 来一线求职的话 你一定要清楚 一线求职的这些职位的 它具体是怎么叫的 它是干什么的 而不是拿你原来的 这个去对标 因为你只有去 知道这个需求的情况下 你才能把你自己 更擅长的这些东西 往上面靠 这样的话这个语言 我们的企业家 也听起来会比较 就是他们是能听得懂的 现在是我们前面 解释了很多 对 我觉得我要 重新地去好好地解释一下 我这个工作的内容了 我觉得可能 跟你赵总这个阶段 可能不太一样 我们这个活动公司 我们来的时候 公司还什么都没有 然后一点点地 然后做到这个阶段 而并不是说 达到赵总那个层次了 而且我们这个 这个接触的这个级别 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我们可能是一个 刚可能出入忙碌的 那种级别的活动公司 像你这种说的会比较高端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 我去北京压力会很大 他缺乏的不是说 这个甲方乙方 对 他身上缺乏最多的是 他没有那股冲劲了 你才98年 你都没有那种 敢挑战北京的冲劲 其实做活动 首先你想 能够来一个活动的人 大概都是什么人 甚至说比如说甲方 我们有很多客户的活动 他们是一个这个社会上 什么样的一个人群 那他们见过很多世面 你营造了这样的一个 活动的场所 和你给他们设置的 所有的环节和体验感 那在这里面 其实我要求的也是 我的人是见过很多世面 他知道什么是好的 包括现场的声光电 包括今天的餐食 甚至很多的小小的细节 那这些东西 如果你没有一个 真正的这种一线的 这样的一个体验的话 你很难去为客户 提供这样的一个感受 这样吧 第一环节到这儿 让我们的企业家 来做一下选择 好吧 我也希望你第二环节 拿出一点充劲出来 来 各位企业家 来 第一环节最后 赵小叶为你留灯了 接下来是你的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突然起来 综 quad 字幕志愿ou 准了 车